在中壢車站 中壢車站在後面 現在要展開環台的行程 然後我第一站選擇來到了中壢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從中壢車站的前站出發 中壢車站搭車到中貞市場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往中貞市場的方向前進吧 就是在這個葬壽司的下面 然後我們要搭的就是這一台 112南 然後很幸運的就是 才看不到公車站有多久 就有車可以上車的 那我們現在要搭大概50分鐘的車 然後到中貞市場 我剛剛坐的史上最蠢的是 我搭了112南 結果我錯過了中貞車站的下車位置 傻傻的坐了一圈又回到中壢 所以現在又回到中壢車站 換搭112北 我們又要再回到中貞 不管怎麼樣 今天我一定要吃到米乾 可惡 好的 這次總算順利抵達中貞市場 然後中貞市場除了剛剛提到的米乾之外 其實好像還有蠻多好吃的東西在附近 像我本來很想吃的中貞甩餅 我剛剛發現它沒有開耶 所以我們先去找米乾吃吧 出發 然後我朋友的媽媽是跟我說 他很喜歡逛中貞市場 所以那個時候我要來中壢的時候 我朋友就說 我可以來逛逛 轉了一個彎發現 這巷子好熱鬧啊 有慈激比落的叫麥森 然後我賣螃蟹 海鮮的店 螃蟹跟蝦子 然後還有小食物 然後大家回來之後呢 右轉 然後你就會看到我在這間大腸麵線 然後大腸麵線看到就往左轉 然後米乾其實在這個紅蓮子的裡面 我要中碗 對 謝謝 對 喔 蔥都可以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來吃大鬍子米乾的米乾 然後他們是種奶米乾 然後分大碗跟中碗 我不知道大碗多少錢 可是中碗的話是60塊 然後它可以選擇紙燙、隔包蛋 或者是放蛋黃 然後我是兜家 因為其實我不太能吃辣 然後剛剛其實 就是店員有推薦我說加一點辣 其實會比較好吃 然後剛剛吃了一下之後 其實一點點辣的那個辣度 其實並不會太大 而且可以增加它的香氣 所以你跟我一樣 如果也是不吃辣的話呢 很推薦你可以加一點小辣 味道會給我更有層次的紅蓮 吃飽了往外走 然後等一下往市場的另外一個方向繞 去看看 去拍其他兩間米乾給大家看 來看看當地人推薦的米乾 那個飲料店老闆說的 他都吃鍋氣屋旁邊的阿秀米乾 我們來看看當地人推薦的米乾 有沒有比我們剛剛吃的大福才好吃 因為被XA老闆一個吸引 所以來阿秀米乾吃第二碗米乾 然後他剛剛跟大福是不一樣 實際上是大福是有很多的蛋 然後這裡是除了蛋跟米乾之外 還有像這樣子的豬肝 還有 豬肉片 然後還特別是他會包袋上這樣 泡菜 然後其實這樣一碗才65塊 我覺得如果跟剛剛大福的份量比的話 其實是差不多的 而且他料還比較豐盛 所以如果想要吃醋霸子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選阿秀米 然後如果你很愛很愛吃蛋的話 你可以選擇大福 我剛才會吃醋霸子 我在說什麼 我會吃醋霸子 那我會看見越南風 這裡會有一個選家 然後在選家的地方右轉 就可以往媽祖新村的方向走 走就會看到這個指標 然後跟著指標走就是媽祖新村的方向 然後越靠近媽祖新村就會看到很多像這樣子的 就是小平方 我自己覺得蠻可愛的 要拍子 要拍子 在這裡 會兒 然後就想起山 然後就像是陰陽 你心動的 你所想在裝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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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選了綠豆跟珍珠 那我們就來吃個甜點吧 我們就來江山一改所故事發肥店坐著等等一下跟他們約好缺冰的時間 等了一杯佛爵奶茶 然後他們說裡面有放50C的酒 其實喝不出酒味耶 還蠻好喝的 剛剛因為一拿到就馬上要離開店家去江山一改所 然後店家人很好的送我外代價 內用我記得是160 然後外代價他算我80 那我們現在趕路囉 好 他的二樓呢 是做成背包客棧 一樓巴士咖啡廳 然後前方這個是二樓的大門 然後一進來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鞋軌跟拖鞋的地方 然後二樓這裡呢 有兩間蜗浴 然後這個是零一間 好特別的是 他這一個 沐浴爐跟啟發都是一起的 就是可以洗全身的 洗墓 洗頭跟洗身體都可以用 然後廁所也是有兩間 吸電膠是一套 那如果要開熱水的話要先 點開這個 要點運轉的 然後也有一太吹風機 然後上去洗頭的話呢就是 房間跟 嬌衣廳 就是 一個熱水器 可以喝水 茶入水 然後這裡有個小小流利台 然後下面都有 廣泡都可以使用 然後床灣過來呢 這邊是垃圾桶 還有冰箱 然後這裡是嬌衣廳 然後我們的房間在這裡 這裡是延期生活 我們下次見